美國起訴5名嫌犯 涉嫌間接害死老友記主演 南加州四右地震 專家擔憂7級強震隨時發生 紐森令下 長灘市計劃逮捕傳喚部分遊民 美國通脹率闖3年多新低 消費者受益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來關注出演老友記的著名男演員 馬修佩里的死亡案件有了新進展 警方於週四逮捕了兩名嫌疑人 來看記者在法院外的報導 老友記演員馬修佩里在去年10月 因用藥過量而不幸喪生 週四 美國檢方正式起訴了5名案件嫌疑人 其中包括佩里的助理和兩名醫生 根據檢方指控 5名被告構成大型地下犯罪網 他們曾向佩里提供大量K粉 其中一名醫生甚至在短信中詢問佩里 願意支付多少錢 而這種強效鎮定劑 是導致這名演員死亡的主因 這些捕捉人們 掌握了梁佩里的疾病問題 以自己提供 他們知道他們在做的錯了 去年10月 佩里在家中的浴缸裡溺水身亡 享年54歲 在她去世當天 助理曾多次給她注射K粉 事件結果顯示 她血液中的K粉含量 達到了手術麻醉劑的藥量 檢方表示 在佩里死後 被告試圖掩蓋罪行 佩里曾公開承認 她在出演《老友記》期間 以及之後的數十年裡 一直濫用藥物和酗酒 她也曾花費900萬美元治療毒瘾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張博元 劉杰 洛杉磯報導 再來看到 最近南加州多次地震 引起了地質學家的注意 本週一 洛杉磯高地公園附近的4.4級地震 和週四上午的一場3.9級地震之後 專家擔憂 還會有更強烈的地震發生 週四上午9點40分左右 南加州發生一場規模3.9級的地震 影響不少家庭和企業 這截稿前沒有傳出傷亡和財產損失的消息 稍早在週一 洛杉磯高地公園附近 也發生了規模4.4級的地震 KTLA報導 美國地質調查局指出 引發地震的彭地丘斷層 近幾個月來異常活躍 斷層有25英里長從格倫戴爾帕薩迪那地區 延伸到彭地丘 今年6月 這個地區已經發生了三次地震 規模在2.8到3.4之間 根據報導 地震學家表示 這條斷層可能會引發一場模擬規模7.5級的地震 如果彭地丘斷層發生全面斷裂 損失可能高達2520億美元 數十萬人將流離失所 恐怕會造成3000至18000人死亡 加州公共衛生部表示 當地震發生時 一是趴下 雙手和膝蓋著地 可以防止被撞倒 並在必要時爬到安全的地方 二是掩護 用一隻手臂保護頭部和頸部 盡量躲在堅固的桌子下 或靠近遠離窗戶的內牆 三是抓住 抓緊躲避的地方直到搖晃結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再來看到 在加州州長紐森強硬的態度下 不少城市已經開始驅趕遊民 清理帳篷和垃圾 常灘市也正在制定新策略 可能會逮捕或傳喚遊民 一起來看 如何減少遊民數量 恢復街道整潔 是加州各大城市面臨的難題 周一 常灘市官員宣布一項計劃 可能會對不配合的遊民發出傳票 甚至進行逮捕 但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在每個遊民身上 只會發生在最極端的情況下 市府在清理帳篷前會提前發出通知 如果遊民拒絕配合 工作人員會酌情發出輕罪傳票 根據報導 2022年1月至2024年7月15日 常灘市有8名遊民被傳喚 1人被逮捕 城市副經理錢德勒表示 傳票和逮捕只會讓遊民四處搬遷 對減少總體數量無濟於事 日前 周章紐森要求各地政府清理遊民帳篷 如果地方政府不配合 將取消拨款 各地政府對紐森的命令反應不一 如 舊金山正在大張旗鼓地驅逐遊民 洛杉磯則是明確表示不會逮捕遊民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嘉音綜合報導 再來關注 本週最新公布的幾項數據都表明 美聯儲抑制通脹的努力持續奏效 降息腳步日益臨近 對消費者意味著什麼呢 來看報導 作為通貨膨脹的關鍵情預表 消費者價格指數7月份年增僅2.9% 這是自2021年3月以來 物價的漲幅首次低於3% 向美聯儲傳遞了一個值得欣慰的消息 這是我認為這首次 經濟人可以在眼睛看你眼睛 看來看我們的貨膨脹下降 賣增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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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被疫情傷害後 也非常序值 notre漲蓬itos 不過對於消費者來說 人們最關心的物價並不會下降 而是會繼續上漲 只不過上漲的速度放緩了一些 通脹放緩 美聯儲9月降息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 而降息的最大受益群體將是想要買房的消費者 不過經濟學家建議 仍然不要急於立即下定金 新唐人電視台 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全美各地的汽車保險費率持續飆升 加州的保費更是在兩年內上漲了54% 保險公司表示 主要原因是事故索賠數量上升 和不斷增加的維修成本 根據保險比較購買網站Insurify的一份報告 加州的汽車保險費在兩年內上漲了54% 預計2024年底 費用會高達2680億美元 根據數據 加州的車險費率 在2023年6月至2024年6月 從1666美元增加到2417美元 其中 車輛試協增加 新法規出台和氣候變遷是主要原因 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間 加州等多個州停止升息 所以從2023年起 因為不再限制升息 保費漲幅就特別有感 其他因素還包括 近年事故索賠數量上升 汽車維修成本也在不斷增加 根據KTLA報導 一項加州新法律將在2025年提高責任險額度 保險公司的賠償額也將隨之增加 恐怕會加重車主的保險負擔 目前馬里蘭州的汽車保費最高 平均每年全額保險費用為3400美元 消費者報告建議民眾要降低費用 可以貨比三家 增加免賠額 放棄權限或是參加安全駕駛課程等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近日 大陸一名抖音網紅 要求一家巴黎的酒店懸掛中共五星旗 被拒絕 有評論指出 網紅利用民族主義炒作 賺流量大於愛國 我只有一個訴求 就是能不能把我們國家的國旗掛 不好意思 我們酒店有權決定 要如何固執我們的車 中國網紅 張教官的有趣人生 在近日發視頻 稱在巴黎奧運結束當天 來到台資經營的長榮桂冠酒店入住 沒看到酒店懸掛中共五星旗 便要求酒店掛上他手上現成的中共五星旗 遭到前台拒絕 第二天 他再次來到酒店表達抗議 酒店領導層解釋 買來的萬國旗中沒有中共五星旗 並表示即將拆除所有的國旗 酒店它不是聯合國 聯合國少掛了一面旗子 你可以到聯合國去抗議 酒店它沒有義務掛各種旗子 掛不掛 這是人家的私事 時事評論員橫河還指出 這名網紅炒作國旗事件 利用民族主義賺流量大於愛國 在海外的X平台上 有網友反問 大陸人開的酒店 為什麼不掛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起 這類事情最近不少 世界各地都發生 現在中國就是利用民族主義去賺錢 在中國是非常時尚的一件事情 那麼如果要是把民族主義推到國外 那就是時尚的頂尖了 這些人之所以能夠得逞的話 是因為中共把民族主義當成了當前執政合法性的主要替代品 8月15日 長榮桂冠酒店官網發表道歉聲明 並稱不希望事件影響兩岸人的情感 而目前 長榮桂冠酒店遭中國多個網絡預定平台下架 中華民國陸委會則在週四回應此事 用民族主義來干涉商業 賺流量 我們覺得這樣的行為並不會讓中國偉大 只會讓國際上越來越反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 紐約報導 再來看到 自2016年起 南加州華人慈善高爾夫球賽 總共募得超過百萬美元的善款 今年活動將在9月16日舉辦 臨近中秋佳節 主辦方邀請各界以求會友一起做公益 結合高爾夫球賽慈善拍賣晚宴 廠商贊助攤位及愛心捐贈的 南加州華人慈善高爾夫球賽 將於9月16日在越巴林達鄉村俱樂部舉辦 主辦方 南加州臺灣旅館業同業工會 週四表示 參與人數和慕道的善款年年增加 希望更多人一起為公益揮竿 年紀最輕的大概只有10歲 年紀最大的是大概有80歲左右 我希望今年我們也是一樣滿黨的球員 140位 今年的亮點 包括開放5個本地慈善組織 申請1萬美金的善款 余額將捐贈給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國際分會 另外 還邀請本地廠商贊助攤位與球員直接互動 不管是臺灣 臺東的原住民的這些孩子們 或者是我們本地 美國的慈善組織 我們都希望能夠幫助到他們 今年慈善晚宴將拍賣旅遊時速 高爾夫球課程和機票 活動由公益平臺 文化基金會國際分會 幼苗高爾夫球發展基金會 和汪志義高爾夫球學院一起協辦 希望為弱勢族群做出貢獻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郭約希 林永峰 洛杉磯採訪報導 今年的第一輪超級月亮 將在下週一升起 屆時 人們可以用肉眼 欣賞到比平時更大更明亮的滿月 又大又圓的月亮掛在夜空 彷彿在巨大的月亮模型裡 打開一盞最高瓦數燈泡一般的明亮 超級月亮的兩種不同的星期 首先 星期是最近地的星期 當它是全球的月亮 它是超級月亮 天文專家介紹 觀察超級月亮很適合於天文學入門者 因為這不需要任何的特殊設備 幸好 它是最大最明亮的月亮 它會上升全夜 所以你真的不需要任何工具 今年的第一輪超級月亮 將在下週一晚升起 但如果您不幸錯過了 也別擔心 9月17號還會升起第二輪超級月亮 它將會升起更高 更遠 更遠 也將是今年月亮距離地球最近的兩次 新臺電視臺記者 韓非 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來自江蘇省的郁佳寧曾是一名會計師 在翻牆閱讀《九評共產黨》後 她徹底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 並號召民眾盡早跟共產黨做切割 原大陸江蘇省會計師郁佳寧本來是一個小粉紅 她在2014年讀大學期間 學會用自由門軟件翻牆 瞭解海外信息 也因此她通過《九評共產黨》 很快認清了共產黨的本質 因為翻牆 她看到了六四學生運動期間 中共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 她因此決定在大紀元退黨網站聲明退出 曾經加入過的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 我要和共產黨劃清界線 我希望我為推翻共產黨 能做出自己微薄的努力 為了尋找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她帶著家人走線來到美國 她也希望中國人儘快跟共產黨做切割 我要號召大家退出這個邪惡組織 認清這個撒膽的真面目 徹底跟它劃清界線 如果你站上共產黨你肯定會倒霉的 而且會禍擊你的家人 共產黨是一個黑社會組織 她呼籲更多人在大紀元退黨網站上 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在共產黨垮臺被清算時免受牽連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揚、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中共民政部日前公布了婚姻登記條例修訂草案 取消了婚姻登記時出示戶口本的要求 週四 這條消息衝上了微博熱搜榜第一名 一起來看 中共婚姻登記條例修訂草案聲稱 辦理結婚登記的內地居民只需要出示本人的居民身份證 加上本人無配偶以及與對方當事人沒有直系血親 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的簽字聲明 不需要出示戶口本 同時居民辦理離婚登記 也只需本人的居民身份證和結婚證 消息出引發網友熱議 週四衝上微博熱搜第一 河南網友說 目的不還是想提高結婚率、生育率 廣東網友回應 沒有門檻的結婚證書能是好證嗎 安徽網友說 增加管賣率 北京網友表示 那得有多少曹帥結婚的 後面離婚率不得更高 重慶網友直言 誰想出來的這些招老百姓不同意 當局稱 意見回饋截止時間為9月11號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張曉宇綜合報導 歡迎回來 隨著臺灣的國際能見度上升 海外僑界也加大力度推動臺灣參與國際事務 本週日 南加僑團和駐洛杉磯台北經文處 將邀請專家深度探討臺灣加入聯合會 友台法案等議題 週三 大洛杉磯臺灣會館及美國臺灣人公共事務會 洛杉磯分會宣布 將於本週日舉辦挺臺入聯作談會 希望讓更多人正確認識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那2758決議是常常被拿來誤用為中國 臺灣為中國一部分的一個法理的依據 但是這是錯的 所以我們這次818會以不同角度 然後不同的解析的方式 來讓全世界來讓全部朝清更認識2758決議 像現在這個中國政府就把一中跟2758號決議掛鍋 那這個對於我們的國家安全 我們這幾千三百萬民眾國際生存公司 有很大的影響 不能用2758決議來阻擋臺灣加入像世衛組織 像這個民航組織 這一列的屬於聯合國系統的團體 美國的一中政策跟中國的一中原則是差在哪裡 這完全是不一樣的 大家慢慢來了解這個2758決議的內涵 來保護我們的臺灣 大洛杉磯臺灣會館董事長田一宏認為 現在臺美空前友好 希望動員大家挺臺入聯 我們自己先做一個很徹底的了解 然後大家來一起來推動 讓我們再向我們的世界的組織 包括到聯合國先進 我們被這個世界全球衛生鏈被排在 排擠在外面 那我們沒有辦法得到第一手資訊 這都是非常攸關臺灣人民的健康福祉 並不是說這只是政治問題 那我們就不管它 那臺灣在某種程度被孤立之下 我們一定要找出一個法理的一個憑據 讓大家不要錯誤的解讀 除了討論聯大第2758號決議 座談會 還有臺灣參與聯合國體系的法理問題 和美國有臺法案等議題 以及年輕世代的經驗分享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 郭約希、林永峰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哥倫比亞的花藝師們不畏大雨 舉行了盛大的插花遊行驚豔四座 一起去現場看看 大雨出庭 哥倫比亞麥德林市的花匠們 開心的背起重達100多公斤的插花作品 愉悅的跟隨著遊行隊伍 向沿途的觀眾撒播鮮花 帶來的美好和快樂 剛剛經歷雨水的洗禮 花朵們格外的鮮豔 散發著甜甜的香氣 讓人更加享受插花遊行 花匠們熱愛插花 為自己的作品感到驕傲 他們沿途跟隨著古典跳著舞 發自內心的熱情 引來觀眾的共鳴 插花遊行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 是麥德林年度鮮花節的最大亮點之一 花匠們在用來揹物品的傳統木架子上 用花朵拼出他們心中最美麗的圖案 今年有500多名花匠參加遊行 他們設計的圖案可謂巧思妙想 極具特色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今日加州再會 我們下期見 小明星啦 一日 我們下期見 有一個 過一日 我們下期見